小時候媽媽帶我看過天安門 紅牆壁瓦威額的象征 煙火綻放時心中已沸騰 眼眶也慢慢濕潤 多年後再次駐足望著天安門 歲月仍然已長大成人 學會了感恩 找回了通證 想起了遠去的歌聲 啊 天安門 哭在我的心中 啊 天安門 我愛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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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知道 媽明白 我愛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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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媽 我 我真的 真的很難啊 媽知道 媽明白 知道 這這這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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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消消气 消消气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 我也是才知道的 骗人 你和你爸狼狈为奸欺负我 你们都欺负我 妈 妈您别走 您去哪儿 妈 别站住我 我背你这样的女儿 妈 你别闹了 你就是我妈 我不是 妈 你别说气话了 这事确实我爸做得不对 他不应该不跟您商量的 可是 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对 他为了让你跟一个老改师 放饭结婚 他把自己分的房子 都给了人家是吧 不是 他这么做 就是不想让我跟洪亮结婚 你答应了 你错了 你真的不应该跟萨萨说这些 你让房子我觉得有理 可萨萨能够因为你让房子 就不跟洪亮结婚了吗 萨子从小要是 认准他死里是绝对不回头的人 我是他爸爸 我能不说吗 你怎么会跟他人家伙认准备不回头的人 你不跟慧脸说一声 你不跟慧脸说一声 你不对呀 你不对呀 你不跟慧脸说一声 你不对呀 如果说了准得吵啊 我这想为了老洪 你怎么能帮王瑞和洪亮一下 我想假如这个洪亮和萨子真结婚了 他们住在咱们给的房子里 王瑞也能对他好点 他也硬些 你说是吧 这是我的好儿子 为你的兄弟 为了这么些年的黑锅 还要为他的老婆孩子着想 他为你了孩子 如果有一天这王瑞他知道了你 妈 妈 这件事绝对不能说 只有咱俩知道 我就想 如果有一天我去见老洪 我也是无愧的 胡说 莫还在吗 长嘴 妈 我去看看慧脸吧 不用去 不用去 撒撒会跟慧脸说的 妈 你说我做得对吗 对 起码在洪亮他们家这件事情上 你做得对 你说我爸干的这件什么事啊 他唱的这是哪书啊 你说我爸干的这件什么事啊 就算洪亮他妈不要这房子 他妈也买得起房啊 他们家有钱啊 这倒好 把闺女嫁给人家了 还搭了套房子 你说他去有没有想过 我这儿子怎么办 我以后也得娶媳妇 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呀你说 彩云答应你了 早就答应我了 只不过就没当着你们俩说 偷偷告诉我 不可能 人家彩云都说了 赚了钱要回老家开放馆去 一切皆有可能 他这叫欲擒故纵 先吊着我的胃口 小萱这吊着我 但是其实他信的意境同意 你知道吗 你还不了解女人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当你跟一个女人 去一种豪华商场买东西的时候 他看上一个东西 他就不想走 然后你跟他说 我买给你 他说我不要不要不要 其实他特别想要 真的 你相信我 那你说 萨子说想跟我离婚 嫁给洪亮 也是这样的吗 萨子是个例外 为什么 萨子就不是个女人 那她是什么呀 她是个女汉子 我说我 萨子就 真 真是这么说的 是啊 她保证了 她保证不嫁洪亮 哪儿她骗咱们的 她是怕咱俩吵架 才这么说的 骗不骗的 反正她这么说了 我就信以为真 这 那 这事的真日我 我错了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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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错哪儿了 我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战 私自赠予他人 还有呢 没了 这没了 这没了 我 往那边 你站那儿 好好反省反省啊 你想明白了 你在山床睡觉 不是 您给提个醒 我 一顿 行啊 我给你提个醒吧 你先说 你呀 犯了几个错误 第一 这么个大的事 你不告诉我 错了吧 错错错错 错了 你不告诉我也爸 你得告诉妈呀 妈多大岁数了 她知道这事之后 那一气背过去了 你担待得起啊 百善孝为先 我错了 我错了 还有 你这心里怎么光想着仨子呢 你怎么不想靳松 靳松可是你亲儿子啊 对 是我亲儿子 对 是的 靳松多大了 该娶媳妇了 你说家里要多一套房吧 找对象啊 这都加分了 都多了一个筹码 这北京姑娘 谁不找有房子的对象 你说你 你这些你全都不想 咱 咱家有房啊 撒得嫁出去了 这房不就是她的吗 你还敢降嘴 不敢 我的确忽视了我 亲儿子的感受 也都怪他平时不招四六的 我把他给忘得干干净净的 这是我 怪我 大错特错 坐吧 戴罪之身 岂敢受如此之礼 坐 我都想好了 这房子你让了就让了吧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别管 我得让王蕊谈一谈 你不许干涉啊 你一句话都不许说 听见了吗 你 你不会 去找他多小钱吗 哪里别管 反正 我不能让王蕊 占这么大个便宜 我答应我妈不跟洪亮结婚了 我该怎么办啊 我该怎么办啊 你骗了你妈 是为了不让你爸妈吵架 这算善意的谎言 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闷逗逗了 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闷逗逗了 还善意的谎言 跟电视剧学的 电视剧也跟明儿人叫这个 可是我妈还跟我说 我要是再跟洪亮在一起 那就是逼着他早死的 给你弄得好 我吧 我妈 我要是 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是不是 你们家李心乔反悔了 不想把房子卖给我了 派你来跟我谈 看你 你总把人往坏了行 我还告诉你啊 我们家李心乔是一家之主 他说话算数 说把房子卖你就卖你 原价不加一分钱 没想到吧 吃惊了 王睿 我还跟你说啊 李心乔是个男人 他是个男子汉 男子汉大丈夫 因为他跟老红是兄弟 老红死了这么多年 李心乔啊 十几年了 这心里头内疚 为什么他觉得对不住你 今天我们老李 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我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 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做人得有良心 我是李心乔的老婆 我之所以同意把房子让给你 那是因为 我想让我的丈夫彻底解脱 从心里撤离解脱 我都说到这儿了 你还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吗 那我没猜错的话 您的意思就是我要当着李心乔的面 告诉他 我原谅他了 你不该这么说吗 一套房子能让我丈夫活过来吗 能起情我儿子的冤屈吗 能吗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王芮 傻人不过头点地呀 你是个冰块 我们应该把你屋热乎了 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 我闺女给你跪下来 你还要怎么着 怎么着你才满意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 你送了我 你送了我 你帮你送了我 你送了我 对你有没有点的 你送了我 你要送你 你送了我 王芮 王芮 傻人不过头点地呀 你是个冰块 我们应该把你误热乎了 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 我闺女给你跪下来 你还要散不着 散不着你才满意 妈 这个藕特别好吃 是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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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也太好了 你也太好了 来 来 来 为了庆祝萨萨 这参与的节目得了一等奖 我特意又炒俩菜 谢谢啊 我哥呢 叔有事不回来了 尝尝行不行 妈尝尝 你也走也一块吃 坐 坐 坐 尝尝尝 来 坐 坐 坐 你先坐 好 吃饭 坐 少爷 你每到饭点就过来 这饭诚心不想让我们吃好啊 说吧 又有什么事 什么事 泰王怡 进来 进来 奶奶 老李 这是我们家老红留下的 他说他给你过一副 雨的像棋 你们俩天天下棋 结果把一个马河 泡给甩碎了 老红 她说你当时心疼得都流泪了 她就托人做了这两个妻子 她准备给你个惊喜 可是她没来得及给你呢 那人就没了 这妻子放在我那十几年了 我今天把它给你 真的 奶奶 这都给我了 给你了 本来是你兄弟应该给你的 我带我们家老红给你了 真的 奶奶 这些年 我做的不对的地方 您多包海 你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把妻子送来 就更不容易了 谢谢你的孩子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我过去陪陪她 妈 我过去陪陪她 让我爸先自己哭一会儿吧 毕业去了十几年 肯定特难受 萨萨说得对 让她哭会儿吧 这个坎 终于过去了 妈 那我到房口去拿瓶酒 陪她喝两口 哎 我的家 所以不 expensive 秦沉 上丽 上一定会的人 你站跟你一会儿 老板 跟男的钱怎么样 容不容上灶连连 我 我差得远呢 你这就是个小饭馆 来这吃饭的人 都不是怎么会吃的 我告诉你啊 我跟我爸学了不到一个月 我就上灶了 你聪明呗 好笨 你呀 不是笨 你是傻 长高相 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应该叫这个名字 你就应该叫不高相 因为你长长现在都不高相 我没有啊 我怎么了 谁苦谁知道 你呀 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还得装着根没事儿子 能不难受吗 我不难受啊 你哪儿看出来我难受了 我听说那个洪亮 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 你不难受 你 这啥意思啊 你这啥意思啊 啥啥意思啊 就是你心里想的那意思呗 高兴 你是一个好男人 天底下打着灯笼灯弹照的好男人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让你一辈子都高兴 还有我告诉你啊 外面餐馆都在挖我 给钱比这儿给的还多 我为什么没有走 因为我喜欢你 去哪儿 您的 去哪儿 您的 您随便 车晚上我包了 您别停运哪 我还打表交钱哪 丫头 你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呢 你就跟我说 我这人呢 就好给人解个烦心事 你跟我说什么 我都高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 你再说 反正咱有的是功夫 我一烦的时候就写上这儿来 到这儿看看 心里就特别舒坦 什么事都想开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儿大 人烦的时候啊 有的呢喜欢去海边 有的喜欢去山里 有的呢喜欢去草原 可我呢 就喜欢上天了 一到这儿 你到这儿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 我认识一个人 他自个儿大老远的 跑到北京来 来北京第一件事儿 就是来天安门拍照 拍这个人特别地肘 做什么事儿特认真 特别认死理 他认准的事儿啊 即便拼个头破血流 他也一定要把他做成了 你就可以了 你什麼事儿都要 他不懂 我认识你 你给我去 干啥了 gebe你 您不是送我回家吗 咱怎么来这儿了 回家你睡得着吗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 我听着都心烦 其实那些事啊 你只有自己想明白了 别人什么忙都帮不上 不过我呢 倒是能让你暂时忘了 那些烦心事 怎么忘了 忘了 告诉你啊 我原先在海添加校当教练的时候 那可是金牌教练 学员想约我的车呀 难了去了 约不上 你现在不证学车呢吗 今天我教你 保管比你那些教练 强一百倍 真的啊 真的假的 咱走起来看看 走着 走着 觉得它算是非请 什么法律 你帮你去跟大 Beat 别说了 我不管是不是 演员 这端げ天 我 навメ10zig吧 浑 topl她 我携帮我 把你掐完了 你还没 espaço 有什么事啊 我等你的 你 等我 你也进屋等啊 我怕我等睡着了 等不着你 你 你等我有事啊 没什么事 你回来就好了 好 走吧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啊 没事 没事 早点睡吧 你也早点睡啊 不要奶奶吵醒了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 马上 马上就能出来 妈 儿子 妈 张叔 张叔 好小子 在里面也没给我们警察丢脸 这要不是你拼了命地制止那些暴力冲突 后果不堪设计 这要感谢张所长 你能提前出狱 他跑前跑后忙活着呢 说什么呢 这是量子应得的 萨萨呢 我跟你妈来接你还不行啊 好 萨萨让我告诉你 家里等你 行 你开车 不行不行不行 好久没开了 开不了 您开 现在是非典 既然都没车了 大胆开吧 把我送锁里 我还上班呢 走 我们回家 欢迎你回家 走 走 萨总 你咋来了 来帮忙 今天 今天不是洪小姐出来吗 你不去接她呀 没去 为啥不去 没什么为什么 就是没去 二位吃北京菜还是川菜啊 我们听说这不是川菜馆吗 没有北京菜 摆凉了 您先看着啊 好 洪亮回来了 这儿不用 你回去吧 这是我家饭馆 我想她就来 相对也走 碱子姐怎么了 这 碱子姐怎么了 提议 关门 真的假的 走 咱们回家吧 好 洪亮 洪亮 回来了 孩子 回来了 奶奶 你回来了 你好吗 孩子 洪亮 你回来了 咱们这个院子就跟原来一样了 亮子 回来了 奶奶和我一直在等着你 昨天奶奶一夜几乎没睡觉 等你回来了 奶奶 您身体还好吗 好 你好吗 孩子 我挺好的 你 好挺好 走吧 我们回家了 洪亮 亮子 壮哥 好兄弟 好样了 今天晚上七点 就在我家反馈 我们请你吃饭 一定来 我们家洪亮就不去了 我去 七点 不见不散 好 谢谢 好 停业了 回去吧 你到底想干吗 老板 是一直停业还是停一天啊 营业时候通知你们 不是买电话了吗 到时候打电话给你们 工资照发 好吧 走吧 店里没啥事了 回去吧 你到底想干吗 洪亮不是出来了吗 他最想见的人是你 我都打听好了 这两天不是周末吗 周一人正让上班 到哪儿就把光给离了吧 你没有再挽留 你没有再挽留 没有再要求 装过身 看不见 你是否能红 从深秋的流流 黑夜到白昼 到哪里去借红 张温暖的 双手 你别再打开 你 Going to go 快去车 你不想去车 买 你还没有 我要自己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 我什么 萨萨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没去接你 别怪我啊 静静地走 带着你的笑容 也带着一个愁 带走了温柔 带走了内疚 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路口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是 不想跟我结婚了 是不想跟我结婚了 那你刚才抱我干什么呢 我现在可是常高兴的老婆 对不起 一时冲动 行 洪亮 你男人 你觉得什么都是为我好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是吧 可你有想过我是怎么想的吗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可是怀过你的孩子 人家常高兴也为了你 白白忍了这么久 装了这么久 你就这么对我瞒 可孩子没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可孩子没了 可是你洪亮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 孩子没了 所以你洪亮就不要我李萨子了 是吧 行 你跟你们俩都一样 口是心非 你可以说我 但你别说我妈 我就说了 你们两个都是口是心非 对 我真希望待在监狱里 永远都不住了 你不住 你春天 你没有开心 你不住 我不住 然后你们都不住 我活那里 想先提前准备好 拿来 这现在 结婚离婚 都不要介绍信了 但是得有个协议书 我正好 当那个剧委会拿这个 协议书的范本 你看看行不行 我说你挺着急啊 准备都够充分的呀 你是不是连下家 都找好了呀 是那个书分 还是顾彩云啊 我告诉你啊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 我必须帮你落了北京户口 找一北京姑娘 要不然这婚我不离 行 我答应你 这落个北京户口 找个北京媳妇 但这和离婚没关系 我说到还是做到 得离 行 离就离 谁稀罕 好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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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来 我看看 哥呀 我和你爷爷结婚的时候啊 就是一张纸 盖了个章 没有照片 现在的结婚证 好 好讲究啊 红红的 这喜气 那离婚证什么颜色 绿色的 我在民证局看到了 红板换绿板 就算完了 现在这个结婚和离婚 都不用介绍信了 随随便便就结婚 随随便便就离婚 当年离婚啊 可难了 组织啊 还得找谈话 高兴啊 你和萨萨的事 奶奶不想说什么 来 你跟我来 这个给你 奶奶 您不是说句年检吗 这怎么写上我的名字了 我也没答应啊 饭馆的房产是我的名字 我要换个人 那是能办到的 拿着 那我也不能成法人哪 我乐意 谁也管不着 再说 慧蓝新桥我都跟他们说了 他们也没有意见哪 拿着 奶奶 奶奶 你在墨迹 奶奶真生气了 高兴 你的苦 奶奶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你别让奶奶再心疼 疼不起 奶奶 奶奶 我知道了 夏总 妈 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可是你跟我说的啊 你说你离了婚 也不嫁给洪亮 对吧 这是你说的吧 虽说这王瑞啊 还有点人性 知恩图报 解了你爸这个心结 但那是我们家用房子换的 不是他主动的 我还是那句话 亮子是个好孩子 可是他背着一个杀人犯的罪名 不能做我们家的女婿 所以萨萨 这婚呢 该离就早点离你 奶奶把饭馆的法人 都改成成长高兴了 算咱们对得住他了 真的 真的 我和你爸都同意了 就你哥还不知道 真绕着办下来了 这我哥要知道 还不得翻车呀 那 他说了不算 这是奶奶说了算的事 可有一点啊 这个法人改成长高兴了 但是房子还是我们家的 这个别哄一谈 你哥我来也没心思 干饭馆啊 是吧 你就交给长高兴 和谷彩云去经营 挺好的 咱就坐着等着收钱吧 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 你要跟陈高兴离了婚 她不能住在这儿吗 她再住在这儿 但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吧 不那么回事了就 那我出去一趟 你干什么去 非典呢 你去哪儿啊 别乱跑 说我养我的地盘叫北京 哭我笑我的地盘叫北京 玩过闹过的 这一块儿叫北京 走过的路过的 这里是北京 有逢自远方 来先摆上一桌 这叫接风 您要是真都意思 这杯可得喝干净 有灵有面 这可是咱的一贯作风 说这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 其实就是助兴 手头再紧 也不会当着外人面乎穷 死要面子活受罪 也不是搁谁都行 不打不成交 这儿的人吃软不吃硬 甭来虚子要来 就来实打实的交情 逼头不见抬头见味 一声吃了吗您 说两句可惜话 紧接着回见了您呗 大杂院里吃百家饭 远亲不如近邻 开玩笑的指腹 为婚居然弄假成真 柴米油烟酱 醋茶不紧不慢的日子 酸甜苦辣 家家有本心 再难也念着 如今楼道里 还摆着当年的自行车 谁也没有忘了 曾经走过的那份快乐 忙着学习 挣钱数着 盼着疯慌的周末 后海公体三里屯 想喝一杯可没做 西单动物园 舞蹈口买衣服的太多 打麻将打台秀 KTV来手术打歌 要不带您家那位 看电影玩回浪漫 烧带手找了清静的地儿 来个烛光晚餐 实在不想动魂的 那咱就家里窝着 冲个热水澡 睡到自然行也值了 说我养 我的地方叫北京 哭过笑 我的地方叫北京 玩过闹 我的地方叫北京 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 爱过门过的地方叫北京 住过柴乐的地方叫北京 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 这就是我的家 名字叫北京 我爷爷小的时候 常待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楼子 仿佛挨着我的家 一棚摔草 那几声曲曲叫 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 吃一串冰糖糊润 就算是过节了 他一日三餐窝头 咸菜就是大碗茶 几句老的歌词勾勒 出如今的变化 可北京就是北京 这里是我的家 生我养 我的地方叫北京 哭过笑 我的地方叫北京 玩或闹 我的地方叫北京 走过的路过的 这里是北京 爱过很多的地方叫北京 住过柴乐的地方叫北京 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 这就是我 但我只会 我只会